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国民党新竹市党部今天公布党内市长初选全民调结果,依据联合报TVBS和爱普罗等三家民调公布结果,现市长许民财平均支持率为42,024%,林庚人是35%,132%,李国章是22%,839%,党部主委吕学章宣布民调结果, 或平均支持率第一名的是许民财,将由许民财代表国民党参选年底的市长选举,党部会将民调结果报党部审查委员会后再送党中央合备,31日由中常会通过提名,全民调平均支持率第一名的前市长许民财感谢市民的支持,他说一定会带领国民党重返执政,让国民党重返荣耀, 党部主委吕学章也齐免许民财在哪里跌倒,就在哪爬起来,他说三年多前,国民党大议师荆州,但这次会全力以赴,他也肯定参与初选的另两名女参选人的启度,肯定他们在政见会上没有互相攻击,相信一定会信守承诺,团结支持党的候选人。 绿学章说,现在的局势对国民党不利,团结都不一定会赢,因此国民党绝不能分裂,相信所有党员都会遵守党纪,也期许国民党从此刻就开始团结,只有团结才能赢回执政权。 依据国民党是党部今天公布的结果,联合报民调中心的结果,在政党对比与政党互比结果总结后,林根仁获36%,169%虚名,猜获40%,551%立国张获23%,3支持率。 爱普罗民调中心民调结果依据政党对比及政党互比的结果,林根仁获34%,63%,许名才获42%,888%立国张获22%,482%支持率依据TVBS民调中心结果,在政党对比及政党互比的平均结果后,林根仁获34%, 618%,618%,许名才获42%,632%立国张获22%,752%的支持率。 而三家民调中心的平均总支持度结果,林根仁获35%,132%许名才获42%,024%立国张获22%,839%的支持率。 而已确定或民进党提名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林志坚是否团队对国民党内的初选民调结果予以尊重不表示评论会持续做好市政工作。